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关注热点深度 我是小杨 大学毕业季到了 但在中国现在有一个怪现象 一批985毕业生主动选择延毕 那就是延期毕业 有人甚至故意挂科以获取延期毕业的资格 在大学里延毕的原因通常不是考试挂科 论文被枪毙 那就是学分没有修满等等 那学生被迫的选择才是延毕 而近些年来为了保住硬件生的身份 或者是考研 考公务员 实习 有一批一批学生开始选择是主动延期毕业 一些学生为了继续在校园里享受 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便利的复习空间 甚至是通过主动挂科的方式 来获得延期毕业的资格 中国媒体《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 都就中国最好的大学里 有一批毕业生主动选择延毕 做了一点调研 同一些学生进行了一番交流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超过七成的受访大学生 表示身边有选择延毕的同学 没有修完学分或是完成学位论文 是大学生延期毕业的首个原因 其次就是为了保留硬件生的身份 《北京青年报》则采访了 采访了选择并成功延毕的三个人 这里就是小A 小B 以及小C 小A是研究生 第三年延毕 自己原本应该是在2022年1月就毕业 但是如果想要顺利毕业 最起码得提前半年就着手准备毕业课题 但那会儿与秋招的时间和公务员考试相冲突 所以他只能权衡利弊 两者选其一 小A在2021年3月开始备考公务员 在7月开始暑期实习 投秋招 在10月公务员考试 12月选调生考试 而在2021年下半年秋招 公务员考试等各种考试都全部推迟 加上了金融行业的秋招难度又大 小A就意识到自己想找的工作和目前的学习背景还不匹配 又考虑到应届生的第一份工作很重要 于是他果断选择了延期毕业 小A的学校每年都会有选择主动延毕的学生 延期毕业也不算是一件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有的学生想要延期毕业 首先需要征得导师的同意 但只要申请基本就能百分百通过 第二个人小B也是延三 他也选择了延期毕业 他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延三的一名学生 从2022年开始他就已经在位毕业后做打算 他说读博深造还是直接工作室 迫街迫在眉睫的选择 热爱学术的小B想为申请读博来试一试 但因为申请的材料没有准备充分 加之雅思考师的推迟 最终他没有被录取 小B还投了一些国企私企 以及家乡的人才引进项目 也收到了一些offer 但在经过反复思考与挣扎之后 他发现自己还是更喜欢学术研究 清除了自己的内心想法之后 他也果断选择了主动延期毕业 不过北京大学对主动延毕的学生 有着非常慷慨的支持系统 包括住宿费不便、学费减半 小B就认为延毕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庆幸自己能够学习生活在延毕 而没有被污名化的一个环境中 那为什么说这个延毕被污名化 据他了解现在有很多学生认为 延毕会成为人生中的污点 也有很多学生是不愿意多花一些时间 来缓冲自己 就是花一些时间在学校和社会之间 作为自己人生中的一个缓冲 这里还要说到第三个人 小C他就比较猛了 他是大四毕业 但是为了延毕 小C是故意选择了挂科 小C是华东师班大学的大四学生 所在的专业是教育学大类 每年本科毕业 很多学生都会选择考研 而在2022年考研前由于准备不足 小C便萌生了延期毕业的想法 考研人数的持续攀升 加至教育学又是考研的热门科目 小C的很多学长学姐都选择了 以延毕的方式 来为自己多争取一年的备考时间 延毕之后 他说我们可以在学校继续享受各种资源 比如图书馆、自习室 小C就认为这样很划算 小C就读的学校采取的是学分制毕业 一共152分 如果学分修够就必须毕业 延期毕业早已不再被认为是一件 比较羞愧的事 学生选择主动 延期毕业也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教育理论研究所的 副研究员郭元杰就认为 这是社会包容性增强的一种体现 但是他也说并不赞同学生们都去这样做 未来是不断变化的 如果你把所有问题都留在以后 那就不见得一定能顺利解决之前遇到的问题 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超过7成的受访大学生表示 身边有选择掩蔽的学生 没有修完学分或没有完成学位论文 是大学生掩蔽的首要原因 其次就是为了保留应届生的身份 那浙江大学医学院的党政办副主任 有一个讲师 他的论文 本科生延期毕业于现象的透视与解析 就调研了某个省份四所不同的类型的高校 记录了这些高校在2020年9月至2021年6月期间 本科生的延避情况 数据就显示某省这个省会 双一流高校延避率约为12.5% 两所省会的这个 普通高校的延避率分别为6%和7% 而非省会城市的这个普通高校的延避率 约为7% 学生 学校和用人待位 怎么看啊 学生认为通过延避可以为躺平 为更多体验一年的这个学生生活 为逃避就业 为了跟踪 都可以找到理由 但老师就认为呢 学生是要考虑啊 延期毕业是否会影响自己的未来规划 例如是否会影响升学啊就业等等方面的发展 而这里啊 一个公司的HR在报道文章中就提到 无论是主动申请还是被动选择 延避在很多用人单位眼中都是减分项 在面试时 应聘者还有机会说 延避不是因为能力不足被动选择 而在大多数情况下 有很多有过延避经历的应聘者 在简历筛选阶段就被刷掉了 是主动还是被动根本没有机会来解释 也有专家认为企业也应该尽量增强包容度 给刚步入社会的年轻学生一些缓冲的时间 一批大学生选择去延期毕业暂缓接触社会 而在中国的新闻中啊 也有一批大学生毕业生 在号称史上最难毕业绩的2023年 为了就业试尽各种手段 那可以体现出这一点呢 我举两个最近冷门行业的新闻 反而非常火 第一个是在4月的时候啊 一个大连女孩叫李靖芳 她的直播的直播间非常的热闹 她的直播间不卖好吃的好玩的 也不卖漂亮衣服裙子 而是卖各种款式的兽衣 同时入年时 十年之久的她是为了给大家普及殡葬知识 是开了这个特别的直播间 对她看来重要场合穿精致的礼服啊 非常正常 当然葬礼上也是一样 直播时她亲自穿上兽衣 为大家讲解展示一分钱也不赚 但是评论区也有很多这个比较忌讳的声音啊 她说不敢看刷到你算我倒霉真晦气 对此啊李靖芳比较无奈 她说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当瘟神 那关于冰造行业 在5月底 中国媒体央视网还聚焦了聚焦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那就是98年女孩在冰仪馆做化妆师 说我的职责是让两个世界的人都得到一份满意的答卷 说今年25岁的云南女孩茶泉琳 留着干练的短发 她的大学专业是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 目前她已经在殡仪馆工作了6年时间 主要是负责接待家属 私以主持化妆和遗体修复 她说死亡不是结束 而是开启另一个世界的大门 我是一个守门人 我的职责是让两个世界的人都得到一份满意的答卷 除了冰造行业 另一个冷门行业也在最近上了中国的新闻 那就是机场的驱鸟园 中国温州机场在上个月 录用了一名浙江大学学生为驱鸟园的新闻 引发了网络的热烈讨论 在机场5月22日公示的人员名单上 可以看到这名来自浙大学生学的是动物科学 而与她一起被录取的另外两个人 分别毕业于河南理工大学图木工程专业 和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 那在号称史上最难毕业季的2023年 大学生的就业状况是牵动着大众的敏感神经 名牌大学 985大学 211大学毕业生赶鸟 是不是就业市场 这个实在是绷不住了 录用信息显示 这个驱鸟园职位是属于机场运行管理部门 这三名公示的招录人员分别是来自之前提到了河南 理工大学的图木工程专业 浙江理工大学的动物科学专业 以及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 其中就提到这个机场驱鸟园 本科以上学历还要英语过四级 还要有驾驶证 有业内人士在接受成都商报采访时就说 这个部分岗位确实是需要这些资质 那么这个成都商报的报道还提到 浙江大学这个毕业生应聘机场驱鸟园的话题 引发了很多的关注 根据温州温州机场集团5月22日在官网发布的 2023年春季招聘你录用人员公示 这个有记者就发现 名单中一共招聘了4名厂卧级驱鸟园 并对3人进行了公示 那么录用信息也显示 这个驱鸟园的职位属于机场运行管理部门 那这3名公示的招录人员分别来自 湖南理工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浙江理工大学、 动物科学专业、还有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学专业 那该机场的招聘信息也显示 这个驱鸟园职位需要本科级以上学历 还要通过大学英语四级 还要持有驾驶证 这样的岗位需求合不合理 那么驱鸟园他们平时是不是只要去驱鸟 那驱鸟又是怎么样进行作业 一名名航资深机长叫做陈建国在接受采访时 就说了驱鸟园的工作工种非常丰富 有一部分人员是从事一线工作 那还有一部分是主要从事驱鸟方案的制定 偏向于理论研究 根据陈建国机长介绍驱鸟园的工作 一种是在外执勤的驱鸟园 其主要工作就是在机场区域或机场周边进行巡视 并对机场内用于隔离鸟类的防护网进行布置和维护 以及对周边可能进入机场跑道的鸟类进行驱散 以防鸟类对飞机运行造成威胁 还有一种驱鸟园其工作内容则主要在研究机场周边的鸟类特性 迁徙规律并随季节对机场的特性制定可行的驱鸟方案 他就说这类人员由于工作具有研究性质并非是一线的执行层面 所以招聘时会在学历专业素养甚至是英语能力等方面有要求 驱鸟从业者也说这并不是大家想象的一个简单工作 他说除了每天要进行鸟类的巡视之外 还要记录下机场长期出现的鸟的种类 鸟类的飞行轨迹飞行特性迁徙特性以及规律等等 要将这些观测到的现场数据都记录下来 还要配合有关人员根据这些数据来制定驱鸟的方法 这是需要掌握的技术有很多 要不断的学习 驱鸟源也并非社会想象的用粗暴的方式把鸟给赶走 其中技能要求还包括要制作修补隔离鸟的沾鸟网 喷洒一些具有让鸟类抵制其微的化学药剂等等 那么中国青年就业问题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被热议 但根据国家统计网公布的数据 在今年4月陈镇青年的调查失业率达到20.4% 超过去年7月的19.9% 与此同时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在2023年高校毕业生的人数达到1158万 在去年首次突破千万达到1076万之后又创新高 那6-7月份伴随着大批高校毕业生进入社会 青年调查失业率很可能还会再高 那延期毕业还是赶紧先找个工作 不要跟自己的专业相辅也没关系 这真是个难题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热点深度的所有内容 更多资讯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在上面各位可以订阅订阅 您喜欢的简报新闻 有免费的套餐 也有更加专业的付费套餐供大家选择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